擁抱大香港主義 香港地 香港人做主持 大香港早晨 早晨 第四節的大香港早晨 我剛剛忘記了那一節 我其實有個案例想說 但我應該都說過幾次了 我忘記了說 就是我以前上班的時候 因為那些日本人真的非常顧客至上 尤其是遇上一些特別無理取鬧的日本顧客 就是名古屋那些人是特別可怕的 我試過那班機的同事 是另一個同事 賭寫了不知是咖啡還是什麼 下一個大腿之類的地方 接著就叫了另一個 因為言語不通 就找了一個日本同事 去跟那個客人道歉 那完全 接著那個客人就罵罵罵罵 但是是不關日本同事的事 接著就是那些客人要去幫他抹 然後還要去到那裡 那裡 我是經過我看到這件事 就是因為我看到我日本同事 跪了在地上 接著幫他抹那條褲子 那客人是脫開了褲頭樓 要他站在那裡這樣 插著腰子 要他幫我抹 找空少蓋 在那裡 褲頭 褲浪 那些位置 除了一個樓 在那裡 接著因為 他自己的 那個客人 他那個姐姐都是日本人 接著是容許這件事發生 接著我看不到之後 我生氣了 我走了去找我姐姐 去阻止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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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們好像 那個女生又沒有很委屈的樣子 但是我看到就很看不過眼 可能對於日本人來說 道歉是這樣的 是要跪在那裡 但是我作為一個香港人 就接受不了 正常 所以那個文化不同 是的 但是這一節不是說這件事 就是講一個上個星期看到的新聞 這個澳洲的新聞 好笑啊 這個 有一個 我看到我覺得大快人心 是啊 還有原來這條小孩 真是混蛋 他是不止一個事件 還有他最初是串齒齒的 那說的話 就有個小孩 你就知道小孩全部玩抖音的 是 是不是 抖音入腔 孩子發樣 是的 就說有個契弟 就被學校停火 因為他就在橋上面 就向著橋下方搶艇仔的遊客 就賭牛奶 是的 因為這個是Melbourne 其實很多外國這些地方 你都可以租一些小船仔去 一個迷你煲Party 就是不是我們那種遊船河 一個兩層船那些遊船河 他們可以租一個小船仔 好像快艇的小船仔 然後你可以在那裡平衡啊 那些 通常那些就會是 你會見到所有那些貴老地方 如果那條河不是太小的那些 通常就很流行租艇仔 因為艇仔上面就會有一張小桌子 是 那你就可以整班八河 大家捉一個小船仔 然後在上面就擺一個八河塔 然後有一點酒啊 或者有些紅茶在那裡 然後你就可以很優雅 這樣拿著茶來喝 是的 就可以在船那裡露營 然後這個事發的狀況 就是那條契弟就在一個橋上面 那你的河 上面當然有橋 是不是大家怎麼過河呢 是 那他就在一條橋上面 向下面 那個租艇仔的遊客 就倒牛奶下去了 那些死契弟 不是倒水啊 倒牛奶啊 牛奶啊 他真的很難 真的很難多啊 真的 他拿那個是大支莊 是啊 一家麟 應該是一家麟 沒有一家麟 起碼是一列的 半家麟 至一家麟 總之是大支莊的牛奶 是的 那他呢 這個16歲的契弟 是 是 就呢 就把這個牛奶 這樣倒下去 最主要當然是拍片 是 是不是呢 不拍片做什麼呢 據問他 當然現在這條片是刪除了 就是他關閉了帳戶 看不到他的片 但是據問 他是有至少三條的這些 哲人牛奶的片 是啊 幾百萬view的 是啊 是不是呢 嘩 那他當然是爽 嘩 我撈牛奶淋人 然後我有幾百萬view 是啊 為什麼不試試調轉呢 被人淋 對啊 你試試調轉 你被人淋 我做淋你那個 是不是呢 他很囂張的 他還原本 因為 然後 他淋完人家 那人家就有 然後 已經馬上 其實這條片 都已經說 看到他 人家淋濕了 然後 然後 又 要在藍牙的聲音 那邊 撮奶出來 等等 然後他們都說 糟糕了 我們這次肯定不能臭 我們其實會臭 這樣 因為你知道牛奶的味 就是你擺下去 然後就會臭 這樣 還要現在澳洲是夏天 嘩 這樣就肯定是奶了 是啊 那他們的食物 他們的水果 所有東西 都是 都淋滿了牛奶 然後 那個被他淋到的 那幫女人 都有拍一條片 這樣 然後 就在那罵那個小孩 這樣 然後 就拍了那條片 然後 其實原來 那條片 那個小孩 是有進去那裡 很得戚 這樣 要笑他們 諸如此類 還有 原初在這件事 還沒罵大之前 他都還在一個IG 那裡 很得戚 其他人有人去罵他 然後他還是很得戚 那些 還有 也很奇怪 他是有支持者 覺得很小事 都是玩玩而已 都是一個prank 那些都是那些弱智 是 哈哈哈哈 網絡是能夠把傻智團結在一起的 哦 是啊 也有其他傻智是支持這個小孩 但是呢 因為這條片 然後應該 除了這個女人 有 不知道怎麼可以找到他 可能因為他有自己去跳人機 那樣 總之找到他學校 然後就 有傳這條片 去學校那裡 這樣 找到他太容易了 他直接上載 哦 是啊 是啊 太容易了 你未必知道 你是什麼 對 總之找到他 他這麼多支持者 怎麼會不知道他是誰 我當然是 還有你拍到這些事情上網 你只是想出名而已 現在出了名 雖然也是沒有名 但是知道他讀哪一家學校 太容易了 你要找到他 是啊 還要你知道他在哪一區 是 還有那些地方 你那一區有多少學校 那都多的 在Melbourne Melbourne都是大城市 總之找到他讀一家 都貴貴的私立學校 是啊 他要兩萬元一年 是啊 就是 都是一家叫做 兩萬元不是港幣 是啊 兩萬元奧節 十萬 十多 是啊 那就是都是一些 要付錢的學校 應該都是比較 可能好一點的學校 那 然後 他 那些人就傳那個 那條片去學校 然後他就 他就 他就 又出貼貼說 請停止聯邦 我的學校 我正在遇到我 我正在遇到爆發 我可憐 你會這樣做成小學 這樣 他說自己是 我指示過孩子 通常我指示過孩子 通常是第三方說的 但是他自己 我指示過孩子 你竟然這樣對我 變得卑鄙 或者說 我是一個小學 來的 很弱勢 是啊 他說你竟然這樣對我 是啊 是啊 還有原來 原來他 原來有做過 起碼這件事 三次 是啊 警察是有收到一個報告 現在好像是差點告他 但是現在沒有告到他 因為他 他之前是有 據其他的sauce 所說 就是他那些IG 他在那裡 串齒齒的那些 就在那裡說 因為他現在關掉了這個帳戶 看不到 但是他又有串齒齒的 這樣就 就是 他是不夠18歲 就是 不可以 charge他那些什麼東西 但是 應該據說這個都算是一個普通襲擊來的 是 是 你知道告他一定是普通襲擊 然後他還要說不公平啊 他在那裡 你說 Why would you do this to me You ruined my life over a wound day You updated the anti I am just a kid and you ruined my life too far 就是說 他說 我搞了你一天而已 你不如斷送我一生 公平嗎 他還跟別人說 too far 太過超過啊你 哈哈哈哈 你的底下 我很狠狠 哈哈哈哈 現在 世上的那些小孩 就學了這些東西 他們就是 專門拿著 對自己有好處的說法 是啊 我支持孩子 通常是說他支持孩子 然後 然後說 你這樣對我實在是太過分了 他臨人的時候 沒想過 他真心覺得好像很小事 狠狠 是啊 還要覺得不公平 這個世界 以公平 你發神經 有什麼不公平 你知道 什麼叫不公平 現在很公平 他臨完別人 他搞到別人全身臭 然後 你臨下去 你還有其他都沒有叫你賠償 等等 你有臨到別人的電子東西 等等 還有 我想說真的被奶浸過的衣服 我也不知道究竟洗不洗得了 那種味道 就是我去年玩完我的奶浸過後 我那條牛仔褲和牛件皮膚 是 永遠都洗不掉那種味 哈哈 拿醋針吧 會不會更加臭啊 不知道啊 哈哈哈哈 我已經洗了很多次 還要是有一種味道 就是 別人都沒有說要他賠償 只是跟他學校說而已 如果不是不跟他學校說 可以怎樣 雖然其實有一個警察報告 但是現在據聞是沒有告到他的 但是 現在學校那邊應該就是停了他的課 但是不知道有沒有踢他去學校 那樣子 但是 因為這間學校 就是 它是 它是一些叫做 比較貴的 補級的學校 它要一個 學費再加 有一個 boarding school 接著就是 由 二萬 是 是美金 二萬一美金 到二萬八美金 的價錢 這樣 就是都是一些 貴貴的學校 那樣子 都貴的學校 那樣子 那樣子 他 我想他都可能是一個 有少少少少少少少的小孩 就是家裡都 有些錢 當然 你窮人怎麼會找這樣的東西玩 我也是 窮人都不會拿一支 神經病 奶很貴 不會拿一塊牛奶 是呀 我覺得澳洲的奶沒有特別便宜 因為澳洲 澳洲的農產品其實沒有特別便宜 真的 拿一支奶來都浪費了 對 拿一支奶去玩 雖然他有很多感覺 但是對窮人來說的感覺是沒有用的 對 他都不是賺錢 對 他的感覺都是沒有用的 他玩的TikTok IG 難道有人找他賣廣告嗎 你敢於拿牛奶林人 讓我找你買個牛奶廣告 不要這個玩 對 他和他 我相信他那個 他都不是一個出發點 他純粹想威 承認 覺得厲害 覺得自己厲害 不知道 按鈎 想要錶 我弄到人 我很厲害 小朋友是這樣 是啊 我還弄不到你 是啊 你出街找牛奶林人 你弄到人 對 你不用在橋上面 你直接對著那個人 在街上對著他淋下去 是 不是 他懦夫 因為他是 是啊 他在橋上 人家就算 就算 因為據聞有其他 被他淋過的人 是有說話的 或者另外一家人其實是 有馬上 即是 他在一個比較容易 可以上岸的地方 那裡淋他 那家人是馬上岸 都是年輕人 就是追過年輕人 但是追不到那個年輕人 但是就說是同一個小孩 懦夫 是啊 我覺得如果你帶過攝影機 然後直接去擠人 在街上兜口兜面 擠到人 好像 好像 中震撼 是嗎 是啊 如果在美國他又會中槍 是 澳洲 不是槍械 不普遍的 雖然他小孩這麼猖狂 是啊 如果你在美國 你立完之後 然後他就馬上拔架出來 射救你 我美國之前 不是有單 就是 我美國之前那單 我就是覺得 是該死的 那個是 又是Tik Toker 來的嘛 然後他走去刮 就是他純粹有個人 在賣東西吃 就是類似Food Court 那些地方賣東西吃 然後有另外 那個所謂Tik Tok 那個Tik Toker 就走去 他不斷騷擾他 在那裡追著他 追著他 他忘記了他追著他 那些什麼 然後 總之是 去到那個人 感覺到被侵犯 被威脅 然後那個人就拿著槍出來 射他一槍 他沒有死 好 幸好 突然那個人 射他那個人 當然被人抓了 但是 突然好像是 叫做打掉了 但是跟著 然後那個Tik Toker 是死不悔改的 就是他沒有後悔 他之後 大命 沒事 之後 死過翻山之後 他是 沒有覺得自己有錯的 因為那些人真的蠢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但是他已經被人射了一槍 他大難不死 所以他就覺得 那跟著就沒事了 先被人射槍也沒事了 還可以嗎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幸好被人射他那個人 都終於沒有 有些責任的 但是那些嚴重刑事的責任 就下降了 這樣 是 因為都覺得他是智慧 是的 證明到自己就是受到威脅 因為還有影片 是的 他拍著影片 那個影片是個低男子拍的 是的 哈哈哈哈 所以這個世界上是 始終還有這些 就是全世界都有這些 迷惑系的 TikTok家 哈哈哈哈 而他們好像 嗯 是的 就是不讓他們有些 後果的話 他們是不會悔改的 有些有了後果 都是不會悔改的 是啊 死不悔改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是啊 這個年輕人其實他沒有說過 他抱歉或什麼 就是他出的那些帖子 他沒有抱歉過 他只是都是罵別人 你怎麼可以這樣對我 我只是過孩子這樣 他沒有去抱歉 說對不起 Runierdale 他主要是 他主要是公平嗎 我搞你一天而已 是啊 你搞我一輩子這樣 是啊 所以他 他也是 寫不悔改的 對 也沒有道歉 他真的還沒出來跟你說 最多讓你回答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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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為什麼告訴老師知道 是啊 哈哈哈哈 哈哈 真的是小孩子 真的是小孩子 你告訴老師有沒有搞錯 沒有的 我美國那一家 成年人都是這樣 還賣槍都是這樣 他到最後現在這個孩子都是沒有道歉的 他只不過 但是不知道學校又 終於又沒有踢他出校 但是停課就是停了課 還有 各學校都是很 serious about 這件事的 當然了 就是你學校的學生 就是我不可以讓你一個學生影響我的校語 是啊 還有你這些做得一次就肯定是第二次的 是啊 是啊 然後然後 喂 如果你再搞大欄B怎麼辦 還有吃過關尋尾 覺得這樣就有感覺 我下次再想其他事情 想什麼好 臨屎 哈哈哈哈 就好像覺得 prank 這些 迷惑是 TikTok 或者YouTuber 他們好像 嗯 是啊 就是全世界都有的 而他們好像真的不覺得有問題 香港少一些 香港少一些 對 香港為什麼沒有你的迷惑是YouTuber 因為在華語地區 你拍豆喝當然是為了賺錢的 拍什麼東西幹什麼的 啊 那也是 哈哈哈哈 那也是 那也是 所以 嗯 除了華語地區 華語地區是不是比較少一些 至少香港沒有 台灣都多的 好像香港和大陸就比較少一些 我大陸會被人抓 大陸就應該會很危險 因為他們有真危險 是啊 大陸真的會被人抓的 香港就比較少一些 香港之前 之前那個 什麼 啊 余德成去別人店舖過 說別人的東西吃難吃過 但是他那個 他不是專門 迷惑的 video 也不是迷惑的 他純粹 炒惑是 吊人 是啊 是啊 他是一個迷惑的行為 但是他的出發點 不是一個 迷惑 系的 但是這些東西在香港也不受歡迎 那也是 還有香港人會反過來 那件事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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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如果在香港嘗試這樣 淋人家 是啊 其實一定 在香港一定不會有人站在那個年輕人那邊 是啊 那個年輕人應該上學會很害怕 應該是隨街的人都會 都不會 一定會想為人報復這樣 還有你也不要說比利林那個人 周圍的人都會抓住他 是啊 是啊 我覺得香港人對惡作劇的承受會比較低 那個包容是很低的 香港人對惡作劇的包容 西方世界對惡作劇的包容比較高 是啊 我覺得和地方 可能他地方寬闊一些 都可能有關係 我以前我學校 我就說我中七的時候 就是中學畢業的時候 有一天可以做一個prank 整級的人可以做一個prank 但是我學校後來是取消了 因為我那一級 有人把一輛車 駛了入學校的操場那裡 穿了一輛車 那個人比較嚴重 我們其他人就是 把水袋 丟水袋 所有回到學校的人 入學校的時候都會中到水袋 但是 然後那輛車是 駛了 因為駛了進去之後 我們還破壞車 然後那輛車就放在學校 超過了一年 之後要找吊車吊進去 然後 學校之後就取消了這個 graduation prank 這個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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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還有以前 就算有些惡作劇 通常都不會拍片那一種 我是 因為我覺得大家聰明 知道那些犯罪 我是 還有以前沒有那麼多 也沒有那麼容易拍片 是啊 反而到了近代 容易拍片的時候 大家就不會把這些 那些惡作劇發送我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所以 是的 所以是 這個世界上太多惡作劇 幸好香港 大家比較少做你們這樣的惡作劇 但是我覺得這些人應該受到懲罰 這個狠狠TikTok家 我受到懲罰 是啊 那這次真的有個 年輕人被懲罰 我覺得是 對的 殺雞警口 好啊 真的受不了的 應該受不了的 但是起碼都爽了 就是美國那個中了完槍 他都警戒不了他自己 哈哈哈哈 但是都爽的 看到有這個懲罰 終於有人 因為這些事情受到懲罰的時候 是爽的 大家看人家是高興的 這件事情 哈哈哈哈 是啊 是啊 是有公義的 也覺得高興 哈哈哈哈 幸好這些惡作劇 其實不是在香港發生 所以都比較放心 也是 也是 如果在香港發生 你應該馬上被捕 不用想 哈哈哈哈 哈哈 還有一定有很多 就是因為香港的人 有嚴重的事故的時候 就是拿手機出來拍片 但是這些不是嚴重事故的時候 大家就會很冷靜地幫你捉住小孩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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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嚴重的事 香港人是不會說的 哈哈 哈哈 是 那都是 好事來的 好事來的 我看上面的東西 好像是沒有的 是沒有的 是沒有的 大家都可以課三人摸我們的 還有震達也有參加這個 責值主持課金戰 大家都可以支持 大家支持一下 大家支持一下震達 好厲害 還有誰 支持一下 支持所有人 沒錯了 哈哈 免得說我偏心 全部人都支持 哈哈哈哈 是啊 就是這樣了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拜拜 拜拜 是 好燈的我 痛苦 失控 忍著的春風 天空中吹送 天空中吹送 切光線照射 走視你笑容 搖眼的天空 消失了極黃胸 淺音融落杯金深痛 You are my sunshine, 天上的一面 魂舞尖山, 天生也会好住 如何让你知, 少一秒都很挂念 你就只要黄昏暖 You are my sunshine, 只等你出现 寒陀大雨, 亦会答言终止 如何让你知, 心中到底多挂念 你就只要黄昏暖 You are my sunshine, 只想见一面 魂舞尖山, 天生也会好住 如何让你知, 少一秒都很挂念 你就只要黄昏暖 You are my sunshine, 只等你出现 寒陀大雨, 亦会答言终止 如何让你知, 少一秒都很挂念 你就只要黄昏暖 唯一的, 仰黄昏暖 看完节目, 记得like, comment和share我们的channel 收睇最强频道,订阅《易血时报》 感谢观看